众所周知,PS5游戏最好是用电视玩,屏幕越大越好 其实3A游戏的声音也很好,很震撼 但是电视机的扬声器,它的声音比较干瘪 缺失低音,只能靠外接音箱来解决 但是PS5还取消了光纤输出接口,那怎么办呢? 这个视频介绍一下PS5连接音箱的第十种高性价比方案 请诸位做好笔记 直接说连接方式 PS5通过HDMI线连接到电视 电视通过光纤线连接到音箱 这种方法的关键就是音箱和电视 音箱是漫步者的S1000Mk2 很经典的音箱,价格在2.0有缘音箱里面并不算贵 1098该有的都有了 比如我看中的光纤输入接口 电视用的是三星的,也是很多年以前的款了 关键是它有光纤输出接口 这种连接方式,PS5游戏的声音 可以很自然的通过音箱给释放出来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分频器、解码器、声卡之类的繁琐外设 我估计很多同学一定会说电视最好是配回音币 我知道,但是回音币它贵 好点的都得上外,凑合的也得四五千起步 这个S1000才一千块钱 而且中低音单元是5.5英寸的 高音25瓦,中低音35瓦,一对一共120瓦 性价比太顶了 所以我果断放弃了回音币方案 那么这款漫步者S1000Mk2具体怎么样呢? 参数我直接放在屏幕上 各位在买之前一定要注意 S1000Mk2的定位是客厅家庭影院 而不是电脑小桌面 因为你们看这个个头 还有重量 另外这个外观你们给打几分呢? 我觉得还行 放客厅挺和谐的 沙发距离音箱大概三四米 玩游戏看电影很合适 另外音频的输入接口也很全 两组2C 一个光纤 一个同轴 还有一个蓝牙输入 并且还有个遥控器用来遥控音箱 我平时会把遥控放在茶几上 这个遥控器的功能特别实用 特别是里面的一键切换输入源 非常直观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能显示当前音量的级别 作为一款放在客厅的音箱 重要的还是声音效果 特别是低音效果 这款音箱参数写的是 45Hz到30kHz 低音感是很强的 和6000多块钱买的这个三星电视 自带的扬声器有逆耳朵的区别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要升级音箱 音箱属于娱乐范畴 不是必须的 如果只是为了听个响 手机外放也可以 之所以升级音箱 是为了享受更好的体验 不留遗憾 就好像明明看的是4K蓝光的偏原 却用1080p的屏幕来看 是不是有点亏 更好的屏幕会让观看感受提升 画面变得清晰细腻 可以说是从1到2的提升 而更好的声音不仅会让我们听起来 效果更好 甚至还能听到一些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声音细节 是从0到1从5到5的变化 比如飞机的声音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还有一些衬托氛围的第一 这类的声音 以前用比较劣质的外放的话 声音都是伏在一起的 当然了 1000价位的S1000Mk2不是万能的 不要失望它能和1780块钱的那个S2000Mk3平起平坐 S1000Mk2的主要是性价比很高 同价位很难找到比它更浓的产品了 关于PS5外接音箱 暂告与段落 因为我的电视显示器都找到了比较合适的方案 以后再有什么新发现 再和各位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